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名叫小赛 说起女友小童对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要求 他是一脸的委屈与无奈 其实在两人刚开始恋爱时 女友就总是用各种奇葩理由让他买着买着的 也为深爱女友他次次都做出了妥协 但女友却愈发的变本加厉 最近更是狮子大开口的让自己承担他们全家的消费 这让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的小赛感到恐慌 忍无可忍下他向小童提出了分手 但小童不仅不同意还找到节目组讨要说法 一上台他就到打一耙指责起男友小赛 哪个男生不为女生恋爱当中花点钱呢 我虽然是第一次谈恋爱 但我看好多恋爱攻略都说 男人能为女人花多少钱就是有多爱他 女人不狠地位不稳 那你说说我怎么花钱大招大奖 好家伙这话让小童给说的 可以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怎么低他是觉得引用点鸡汤语句 就能把自己的行为顺理成章合理化吗 看到女友还这般理直气壮的质问起自己来 一旁的小赛可谓是直接气不打一出来 当场控诉起女友之前的过分行为 他第一次过生日逛场场的时候看到一条水形项链 那上面就标价1500块钱 比如说那个肩链太贵了 然后那条肩链特别贵 我感觉有点不像我们大学生消费的群体消费 不是主持 1500块钱也算贵 那你说什么叫做便宜 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朋友们都看着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小童这小小年忌口气不小吗 1500感情在他眼里是很便宜吗 听到这 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觉得他有点过了 然而一旁的小赛表示这都还不算什么 随后他便讲起了这件事的后续 只要他开心我就乐意为他付出 乐意为他买嘛 然后当时口袋里钱也不够嘛 就找那个朋友们借钱 当时给他买下了那个水形项链 当时他开心坏了 可惜的是就是他等他生日那天嘛 他说他要过生日嘛 从我这里拿几百块钱 拿几百块钱可好 我在宿舍等他整了一天 他拿那钱跟他那些朋友们 一块吃喝玩乐去吧 把我一人在宿舍里了 小童这是什么迷之操作 之前还声称1500块不贵的他 难道连几百块都要向男友伸手要吗 再者说拿着男友的钱 却背着他去请别人吃饭 把男友一个人扔在宿舍吃泡面 他是咋想的呀 真的不会内心有愧吗 然而人小童还真就没那负罪感 面对男友的控诉 他还不服气的当场跟男友理论起来 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 你这么说想让我是什么人呢 上世前两天我肚子疼 给你发短信不回 打电话不接 我宿舍了给我买药 我吃了躺 半天你给我说你忙了 因为对男朋友我安心嘛 你时间不花给我 你这么冷落我 我就不能冷落你一次嘛 那天我在打工嘛 因为给人家正在宿舍叫 都已经很晚了嘛 后来看到他那位接电话之后 回来之后赶紧给他打电话 通过跟他宿舍的人了解情况之后 我就不信你忙了 连回给我短信是什么样 回去那天晚上赶紧给他打电话道歉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平息了呢 结果人家还耿耿意怀 第二连三的后边给他朋友 一块吃饭啊聚会啊 就就就根本就不叫我 别忘了有没有时间 讲话公平一点好不好呀 每次我都叫你 叫你一次你忙 叫你一次你打工呢 我都老是热脸贴你冷屁股 我都贴得我心寒了 看着两人都个执己论个说个的 一旁的主持人都有点凌乱 有点分不清这是究竟是谁有错在先的 对此便当场捋了捋 他不是说拿了你的钱跟别人吃饭 而不叫你吧 还是就是人家吃饭不带你吃 一开始是叫我 但是都是因为我有事 我在打工嘛 那他动不动跟我要钱 我不能说不给吧 动不动就要钱啊 对呀 干嘛呢 他妈就是一夜吃饭呀 逛街呀都要去呀 他刚才买衣服都是从网上买 从给我好上之后 慢慢就是动不动就拉着我去逛商场 男女朋友逛个商场怎么了 再说张小贤说了 欣赏一个女人的美丽 绝对不是从她美丽的灵魂开始的 你女生外表必须得漂亮 女人不是男人的面子吗 我打扮漂亮还是问你好啊 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 你现在哪个哥们不说你 服气好呀 哎呦黑小童这花别人钱 还有礼上了这事 这说个话还到处引经据点的 但这话能是这么解读的吗 任章小贤是说过 女人得灵魂与外貌兼备 但人没教你通过压榨别人 来冲自己体面吧 见女友还搁那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一旁的小赛不禁有点委屈 便忍不住当场向主持人控诉起来 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 你得照顾一下我的经济实力 我是钱包一天天的那样 都耗不起来 等于你们俩经常要逛街去购物是吧 逛街购物给他买东西也好啊 但是但是有的时候 他就是感冒有点无力取闹我感觉 那有一次吧 然后是周末 我也特别疼 就说我这个胃特别难受 我不想去了 咱改天再去吧 立马就火了就跟我闹 啊这真是不得不怀疑 小童这谈恋爱的动机了 在男友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 不给予关心 对其嘘寒问暖就算了 竟只为了男友就此不能陪他逛街 便跟男友闹 这多少有点无理取闹 也有点过于自私了吧 听到男友提及这事 按理说是个人 都应该会有点愧疚之意吧 但人小童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还当场指责起男友的不是来 他网上都说爱情谎言 就是从逃避开始的 他一开始老是说他打工忙啊忙啊什么的 后来我一叫他去逛街 他又跟我说这疼啊那痒啊 我根本都不能确定 他到底是真是假 听到小童嘴里又蹦出来一句他认为的格言 饶是见多识广的主持人 都不禁好奇起他到底是从哪背了这么多格言 姑娘你背了多少这种爱情格言 不是啊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 然后他老是没时间陪我 所以我都不知道都是喂马呀 然后我都上网啊 书上啊然后那个空间里啊 心灵鸡汤啊什么都都都看看 然后就感觉他就是爱我不够 不得不说有时候这毒鸡汤还真是害人呢 就像在小童身上 也许这些语录只是他隐藏自己自私虚荣的利己 不过凡事不可说太绝对 但男友小赛接下来的话 还真就验证了事实就是这样 那天嘛不是说特别难受嘛 后来我说那算了 要不然我给你钱 你去拿这钱跟你朋友一块去逛街吧 那才高兴了 这真不得不吐槽下小童 怎么低给钱就开心 不给钱就吵架 这是几个意思 活生生把恋爱当成啥了这事 说到这 小赛是越说越委屈 不禁继续向主持人控诉起来 结果给他400块钱 一下我就进去了 那钱花在你身上我也开心 我也乐意是吧 毕竟他是我女朋友 但是人家说那个 那钱不仅是花在他身上 好多都花在他那些朋友身上 给他朋友们买这买那的 好嘛感情 这是拿着男友钱冲过去了 不过他是认为男友的钱不是钱吗 同为学生 难道他会不知道 这钱男友挣的有多辛苦 还这么大手大脚的挥霍 是真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 得这人脸皮厚起来 你还真拿它没辙 这不面对男友对这事的控诉 小童还舔着脸狡辩起来 我关系是那天我朋友没带钱 你作为朋友 你不应该先出了点吗 虽然说你对我朋友什么态度 就可以反映出来 对我什么态度 爱情的管度 就可以反映爱情的深度 这理论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冒 不过这用的也太表面了吧 这么一有深度的话 被他这么一解读 从字面上开始没啥问题 但是知道这话含义的估计 就有点响笑了 这不一旁的图蕾老师听到这就乐了 不禁当场问了他一个问题 背了哪些 这些不是 就是感觉到非常有道理 你觉得最有道理的是哪句 能够拴着一个男人 胃不是关键 钱包是No.1 只有一个男人对这个爱情当中 投入的成本越高 他越舍不得离开这个恋爱 你还背过谁说的话 就不是背过 就是看的嘛 感觉特别有道理 然后就也时常跟他说呀 好家伙 这是妥妥的花样屁有味啊 难道他就没看过相互付出的爱情 才能长久这话吗 听到女友还在那疯狂输出那些歪门理论 一旁的小赛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一直都跟他强调 谈恋爱嘛 没有谁规定说 我必须要给他花多少钱的义务是不是 在认识他之前 我经常打工嘛 有七八千的存款 但是到现在 我有三千块钱的债 刚才说这些钱等于都是 他花了 还给他朋友花了 我看那个小片里还说 还给他家人花了 听到主持人说到这个问题 小赛是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 当场诉说起了那些女友疯狂压榨自己的事 那次逛商场的时候 看到一部手机 标价三千多 他就是恋恋不舍的就在那玩 就特别开心 就想要 然后我说 这手机太贵了 就是我身上也没这么多钱 他没法买 咱下次再说吧 立马就火 就不行 就跟我闹 我就找那朋友们 在四十月前 朋友们都怕我了 我就借了两千多块钱之后 给他买那部手机 当时开心坏了 每次看到他开心嘛 看到他快乐 我感觉我付出得到回报了 但是后来过了两月之后 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 他把手机给他妈妈了 他说他妈妈特别喜欢那手机 让我再给他买那部手机 我感觉特别无奈 不仅是给他妈妈买这个手机 是吧 还有的时候还给他那个爸爸 买衣服 给他妹妹买玩具 就是他自己一家人嘛 还行 像他那表姐 表妹 那些远房亲戚 也都算在那 也要我给他买 天哪 这哪是女朋友啊 简直就是一个吸血鬼嘛 难怪小赛说起 这是是一脸的无奈与委屈 这个谁身上不恼火呀 这得有多少钱 才能禁得住这么早啊 更何况小赛 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 哪里能承担得起吗 听到这主持人不禁好奇的 问了他这个问题 兄弟我问你啊 你这钱都从哪来的呀 平常经常做家教嘛 也平常做促销 暑假的时候还在工地上也干过 收费还是可以的 我这个资料上面说 你们都来自河北 是说的这个籍贯 还是说你们学校在河北 我们学校在唐山 唐山那地方消费高吗 一个月一千块钱够吗 一个月一千块钱我一个人够 但是我每周差不多平均下来 要花费四百块钱给他 这些钱都是你自己打工挣来的 对 一定很累对不对 特别累 那你这么累哪有时间谈恋爱 我没有办法 我不可能总跟家里要钱 每次在一块都是钱 我根本就吃不消感觉 而且父母都是说 频率特别高 不打工是根本就 就没有办法 听完这的话 在场人都不禁心疼起小赛了 按理说在他们这个年纪 本就该肆意享受青春 他却在女友的各种私欲下 过得这般坚固 怎么不让人心里有所感伤呢 然而小赛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一旁的女友小彤 显然并不太灵情 听到主持人最后发出的疑问 他还先委屈上了 就是他根本没什么时间陪我 要不然我死去白脸 让他跟我一块吃饭 是啊 您还让他陪您 这不得打工吗 但是他如果有那么多时间陪我 达到我心目中一个标准之后 我哪会让你花他那么多钱呢 因为我看到就是 男人爱不爱你就两个标准 一是有没有时间陪你 第二个是舍不舍给你花钱 然后他没有时间陪我 他如果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话 那我证明他是比较留恋我的 你想想你 你一个人你陪的时间那么短 你有什么感情啊 你不给我多投入点成本 我怎么感觉你对我的心思啊 小彤这番话 还真是让人纯纯就是个大无语的状态 不过他这张嘴还真是厉害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说着说着他还哭了起来 现在更应该哭的应该是小赛吧 自己为了让女友开心 那么努力的付出 到头来人压根不领自己的好 这是发生在谁身上不得委屈的哭个两场啊 哥这俩身上倒好 男友小赛还没来得及喊员 小彤就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怎么着他是觉得哭了自己就站立式吗 见事情发展到这 一旁的曲老师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当场说出了自己对这事的看法 那咱就算一本账 你稍等 男友 你给他花多少钱 我听起来一万多 对吧 你给他花了多少钱 可能不到一千 你说他给你花了大概多少钱 都说不到一千 爱他就要给他多花钱吗 可是我找他赔我 他不赔我 怎么放到你这儿就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做了 放在你这儿 全吸取的是对你有利的 怎么享受怎么来 你对他呢 不是 可是他 他十倍于你的对你的付出 他打工那些东西根本都没跟我说过 你不叫感觉吗 你不叫体会吗 你不叫陪伴吗 这都网上都有 你得陪伴 你得了解 你得沟通 对呀 我让他陪我 我想跟他沟通 但是他就是没时间 你只要想跟他在一起 一定会在一起的 只不过你根本就不懈得去做而已 没有一项爱情是说 我拿来就能去做的 一定要落地 男人给女人花钱 代表男人有多疼爱女人 但女人要知道 不去浪费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如果你作为一个被爱的女人 你做不到体谅你的男人的话 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够爱 正如曲老师所说这般 在这段感情中 归根究底就是小童不爱小赛 他才会这么无底线的去压榨男友 人之所以将爱情奉为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就在于从这其中可以感受到温情 当一份感情只剩下索取与疲倦 那这段感情也许更适合早早放弃 听到这 一旁的图雷老师也坐不住了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编导说你最喜欢重复的说张爱玲说的 男人不能给我很多爱 那就给我很多钱 这个话本身是没有错 但他断章取义 他没有把整篇文章读了 他就把这一节儿拿出来 有没有上下的情景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 这句话不是张爱玲写 这句话是艺书写的 作者并不鼓励这样的言行 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不要那么现实地选择金钱 而忽视了对自己爱人的爱 而被你们这些人中间一段结局出来 居然成了治理名言 而且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什么要男人给我很多很多的钱 要不就给我很多很多爱 原话是说 要么就给我很多很多钱 要么就给我很多很多爱 如果两者都不行 那就给我健康吧 原话是这样的 怎么被你们这些人 就胡乱摘抄 胡乱摘抄到网上 连作者都变了 作者都变成张爱玲了 所以说你也是个大学生 你们选择在读文章和读书的过程当中 就这么乱读的吗 本来说就是戴华 你上来的时候特想骂你 本来看着你迷茫的样子也就算了 确实是有很多东西 太冷了解一个人 要了解他的全貌 了解一个作品 也要了解他的全貌 就这样 话说到这是该说的都说了 听完两位老师的看法 此刻小赛是一脸的凝重 随后他便向女友说出了 自己现在的内心想法 我真的一直都想找一个能够体谅我 尊重彼此 尊重彼此的爱情 能够相濡以沫 同感共苦 一块成家利益的人 但是我发现 慢慢的发现 你真的不适合我 而且我对你来说 我感觉我太无能了 发现我真的也不适合你 咱分手吧 看到男友现在是下定决心要分手 小童是真的慌了 忙不迭地向男友认起错来 我是这样的 我只是让你多些时间陪我 如果你有时间陪我 可能不让你给我花那么多钱 我只是说 这算是一个惩罚的手段 如果你感觉到 这对你伤害太大 请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弥补一下 非常珍惜这点感情 咱们好好以后在一起 我答应你以后肯定好好改 给我一次机会吧 面对女友此刻的球员量 小赛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5 4 3 2 1 请开门 来来来 我看看男生的秘密 徐氏真的被女友伤透了心 最终小赛没有出现在门后 看着一脸追悔莫及的小童 在场人内心估计 对此都会有所感触 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 一定要在被爱的时候好好珍惜 不要等彻底失去了再去后悔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大家 对这对情侣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 如筑 这张的 写 刘